好,接下来在第四段,作者进一步描述了瓦萨号首航,当时要准备开始使这个壮观的这个情景 来看第四段的第一句话,咱们看屏幕 Then the cannons of the anchored warships tender a slewt to which the vassafied in reply 然后怎么样呢?那些停泊在旁边的这个军舰的大炮都发出了礼炮 明想礼炮,而瓦萨号明想礼炮还礼 Then the cannons,这是句子主语,就是大炮 Of the anchored warships,那叫抛锚停泊的军舰的大炮 Of the anchored warships,当然后制度语修是canon 这个anchor,咱们圣词中讲过,作名词叫铁锚 作动词叫抛锚停泊,在这是被停泊好的那些军舰 这个anchor,急悟不急悟都行,在这是急悟动词 因为被停泊,说过去分词,修饰的一个军舰 Fender a slewt,slewt表示礼炮的意思 这个动词可以用fender,就是冥想礼炮,像打雷一样,冥想礼炮 然后to which the vassafied in reply,定语从去修饰前面礼炮 那么对这个礼炮怎么样呢?瓦萨号明想礼炮还礼 这个fire,我们省略了fire的assolute,也是冥想礼炮,有上线文被去掉了 in reply to,to which is in reply搭配,in reply to,作为对什么什么的回应 这个我们说了,在定语从去里面,如果关系代词做介词宾语 一般要把介词放到关系代词之前,注意这个位置就好了 这里面有些小的细节,首先看看anchor anchor表示停泊抛锚,急悟不急悟都行 比如说,we anchored our boat close to the shore 我们在岸边附近停泊了这个小船,就停泊抛锚了 那么既可以用we anchored,也可以说we anchored our boat,急悟不急悟都行 那么没有避语是不急悟,有避语是使停泊,使抛锚这个意思 本分中是急悟动词,也本分中过去分词 被停泊的那些军舰,本分中是急悟动词 再看一个三册第十课,这个不急悟的例子 在三册的一个例句 这是三册的第二十八课,就是五磅也带贵那棵树 在三册里面 在这艘船抛锚停泊之前,这个来自小船上的人就爬到了甲板上 很快甲板上就铺满了什么来自泼丝的五颜六色的小块地毯 来自印度的丝绸,铜制的咖啡壶,还有美丽的手工制作的餐具 这个anchor在这是不急悟,就是轮船本身停泊了 你要用被动,she had been anchored,就是它被停泊下来 都可以,急悟不急悟都行 本分中在这是急悟动词,因为它是被停泊的军舰 它说过去分次来修饰嘛,好了,然后后面 fender a salute,这个salute是表示敬礼,或者冥想礼炮,都是它 这个我们先看本文中的意思,我们先大声再读一下 salute,salute,这是冥想礼炮的意思,什么意思呢 an official occasion when guns are fired into the air to show respect 在一个正式的这么一个场合,这个炮被冥想 向空中来冥想炮,来表示敬意,就是冥礼炮致敬 这个名词,这个动作叫salute 我们看一个例子 band played,and there was a twenty-one gun salute 乐队在演奏,并且这里有二十一炮的礼炮 二十一响的礼炮 这个salute表示,向空中开炮,表示敬意 那么这是它的名词形式,动词搭配冥想礼炮,一般就会用本文中的fender或者fire都行 本句中两个动词都出现了,叫fire a salute,或者fender a salute stander在这,不是名词是动词了,就雷鸣般的冥想了 这个意思,你比如说fire a salute of ten guns 冥想了十响的这么一个礼炮,可以这么说 那再看本句中,本句中两个动词都出现了 then the canons of the anchored warship thendered a salute to which there was a fire in reply 就是fire a salute,后面的a salute被去掉 因为前面有a salute嘛,这个有上下文被去掉了 所以说了一个动词替换 冥想礼炮,前面用thender,后面的动词fire 都行,都可以 好,那么salute的第二个意思是敬礼 尤其是想什么军官或者上级领导表示尊敬的敬礼 所以也叫salute,它表示an act of raising your right hand to your head as a sign of respect usually done by a soldier to an officer 就这么一个行为,就是举起右手举到头的位置 作为尊敬的一个标志 一般都是士兵想长官,举起右手来敬礼 这么一个动作叫salute 那么这个时候动词搭配就不能用fire或fender了 它是指什么呢? 一般用give a salute向某人敬礼 return a salute向某人还礼 一般用give和return这样的动作 这个动作,我们看例子 the soldier gave a salute and the officer returned it 这个士兵敬礼,然后军官来还礼 这时候用give和return这个答案,一会咱们会用 然后to which diversify in reply 当然来自于in reply to 它完全可以换成in response to 就是作为对什么什么的一个回应 对什么什么的反应 这个答案也早在三册十四课咱们就讲过 in reply to或in response to 作为对什么什么的回应或者反应 比如说,I am writing in reply或in response to your letter of June the 12th 我现在正在写一封信来回你在6月12号写的这封信 来回应这封信 所以作为对什么什么的一个反应,可以用它 我们再看第三册的39课里面出现的句子 in response to renewed pleadings,bruce stopped 作为对我们又一次请求的回应,bruce终于把车停下来了 in response to作为对什么什么的回应 pleading咱们讲过,请求恳请 renewed又一次再一次的 作为对什么什么的反应,可以这么来说 我们回顾整个句子 然后这个停泊的军舰 这个大炮,明响的礼炮 注意定义从句to which diversify in reply 这个to注意放到which前面去 他来自in reply to,类似咱们造一个句子 哨兵向我们敬礼,我们挥手还礼 哨兵可以叫the sentry 然后呢,向我们敬礼可以叫,你用动词give吗 gave一般会就是give us a salute 然后还礼呢,是不是可以in reply to 我们是不是可以in which we挥手 我们不是当兵的,我们挥手 waved in reply就好了吧 试试看这个句子哦 这位哨兵 the sentry gave us,向我们嘛 a salute,注意定义从句 to which we waved in reply 好了 也是用刚才这个敬礼炮的结构 sentry就是哨兵放哨的这个人 看到我们,向我们敬礼 give us a salute 然后呢,对这个思路怎么样 作为回应,我们挥手来还礼 to which we waved in reply 好,咱们看下面第二句话 那进一步来描述这个壮观的情景 明想了里炮,这也放炮,那也放炮 最后一片烟雾弥漫 然后烟雾慢慢散进之后 这个轮船,从烟雾中出现 云雾聊到很像仙境一样 更漂亮的呢 来看第二句话 他说 As she emerged from her drifting cloud of gun smoke with the water churned to form beneath her bow her flags flying pennants waving sails filling in the breeze and the red and gold of her superstructure ablaze with color she presented a more majestic spectacle than the Stockholmers had ever seen before 整个从S开始到Color结束 黄颜色这一大堆 都可以看作一个时间状益重剧 这个S是Dung Dung,它就瓦萨好了 从这一片漂浮弥漫的大炮的烟雾中 慢慢浮现出来的时候 这个drifting形容是来自动,飘移,飘动 什么在水中或风中飘动 Gansmo就是大炮一烟了 烟组成的像云一样的烟云 弥漫的烟云中慢慢消散了 这个伏现出来的时候 with一直到Color结束 是超级长的一个 很多很多的独立主纹并列到一块 with是独立主纹最下面的解释with 然后飞飞动词加过去分词 或者现在分词的飞飞 就是with加逻辑主语 加飞飞动词就好了 那么这一大堆并列 咱们看第一个独立主纹 with后面逻辑主语是the water这个水 然后后面出现飞飞动词是turned to foam beneath the bell 就是这个水怎么样 在船头之下被翻滚出了大量的泡沫 它下边有螺旋桨 在启动的时候 turned 表示水翻腾或者屎翻腾 在这既然是过去分词 说明是几个屎翻腾 就是船头下的水被搅起了泡沫 翻腾起了泡沫 船头滚滚的浪花 这个是第一个 这个可以看作伴随壮雨了 就是这个大船在烟雾中出现的时候 船头下的水涌起了滚滚的泡沫浪花 然后her flags flying her flags跟前面the water一样是逻辑主语 前面with就被省略了 不用再说with了 都是并列 逻辑主语是her flag旗帜 flying旗帜飘扬 在飞舞旗帜飘扬 然后pannins waving pannins跟前面her flags一样 是逻辑主语三角旗 wav 挥舞 挥动还是飘扬 三角旗在飘扬 然后sails就是船上传翻了 还是逻辑主语 我们的飞飞动词是feeling in the breeze 在微风中鼓满了这个翻 微风中涨满了翻 这个feel是不急物动词充满的意思 注意feel不一定是急物动词 如果急物本文就错了 因为我们现在分词 就是这个翻满了 在微风中鼓满 and并且还有最后一个并列的独立主课中 之前加了and a b c and d 加了and 并且什么呢 这个红色还有金色 它的整个船楼的金红色的船楼 那么都是充满了五颜六色的颜色 逻辑主语是the red and gold offer superstructure superstructure就是竹甲板之上的船的主体结构 就类似船楼船舱这个结构 不是刚才说过有红色金色吗 都是充满了鲜艳的颜色的船楼 a blaze with color是后面飞飞动词 前面可以看到被省略了being 因为a blaze不是表语形容词吗 前面可以看到跟b 动词搭配being a blaze with color 加上being就是标准的非非动词了 但是我们在三次里讲过 非非动词和独立主课中 如果出现being的话 being可以省略掉 当然可以加上 说明还是标准的非非动词 逻辑主语是船上的主体结构的金色和红色 非非动词是充满了鲜艳的颜色 整个是伴随壮语 然后she 还有这个船 当然船呈现出了一个更加壮观的情景 spectacle 早就说过了 二十二个讲过 情景 壮观的情景 这更加壮观的情景比什么 dian 到剧末是比较壮业充剧 比斯德格尔摩人在以前看过的任何情景 都更加雄伟壮观 后面是比较壮业充剧 dian 听到 整个剧组 我们再来去回顾一下 当瓦萨号船从这一片飘移的大炮的烟雾中 慢慢浮现出来的时候 船头下的水翻涌喷勃出了层层的浪花 层层的泡沫 这个船上的骑士飞扬 三脚骑在挥舞 那么帆在微风中张满 并且船上的整个的金碧辉煌的船楼 五颜六色闪耀的光芒 这个瓦萨号就呈现出了一幅斯德格尔摩人 以前从未见过的壮观的这么一个情景 就描述了这个船有多么漂亮 注意这里面特别是带下后线部分的复杂的独立主格机构 这里面一些小的词法 咱们可以看一看 首先那个drifting cloud来自于动词drift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drift drift 这里表示to move slowly on water or in the air 在水上或者空中慢慢的移动 就漂流或者漂移 水上呢是三点水的漂 空中就在风子边的漂 漂流或者漂移 比如说 the boat drifted down the river 这头小船慢慢的沿着河漂流而下 这不是在水上慢慢的在移动 空中也行 比如说 thick smoke from a forest fire drifted across the town 来自于森林大火的浓烟 慢慢的漂过了这个城镇 就是在空中漂移或水上漂流 都可以drift drifting就漂流的 漂移的 漂动的 a cloud of gun smoke gun smoke就大泡的一个烟了 这个cloud是比喻 它本来表示云彩 比喻就是烟云了 烟尘了 这个cloud就是比喻 它表示a large amount of smoke dust steam etc in the air 在空中的大量的烟 大量的灰尘或大量的蒸汽 而构成的什么烟云 烟尘 这种感觉叫smoke 像云彩一样 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云彩 这个1%烟尘抖乱的样子 我们看例子 搭配 今天在后面加off就好了 你像cloud of dust 叫烟尘 cloud of smoke 还是烟尘 烟云 还有cloud of gas 大量的气体 组成的像云雾一样的东西 都可以用它 你不用说看例子 the hands started away on all sides raising a cloud of dust 这些母鸡 在各个面 比如东西南北 在各个面 都在非常快速的跑动 搅起了一团烟尘 整个烟绸都乱像云雾一样 on all sides 各个面 东面西面都有 dart 我们以前见过 做名词叫飞镖的意思 做动词叫飞快移动 飞快的跑来跑去 使整个场地升起了一片烟云 总之像云彩一样的东西 本来本文中是大炮 在开礼炮之后 飘移空中漂浮的烟尘 然后这个船从里面慢慢出现之后 后面看独立主要结构 with the water churn to foam beneath her bow 在它的传途之下 这个水被搅起了泡沫 这个churn叫汹涌奔腾的意思 集物不集物都行 有时候 又后面也可以加up这个词 up是副词 就是嚼起了或记起了 使水汹涌翻腾 if water mud etc turns or if something turns it it moves about widely 如果水或者泥巴 churn 或者某个东西使他们 这个churn 使他们来做这个动作 就他们非常狂暴的在移动 就是使水或者泥巴翻滚翻腾 或汹涌奔腾 注意churn 集物不集物都行 it turns 是不集物 it turns it 使它这个喷涌 就是集物动作 都可以 我们看例子 the water churned beneath the huge ship 在这个巨大的轮船之下 这个水汹涌翻腾 在这是不集物动作 注意吗 水本身在翻腾翻滚 大巨轮之下 这个水在翻腾 在这变成集物动作了 the sea was churned up by heavy winds 这个大风使大海汹涌奔腾 这个大海被使汹涌奔腾 被什么呢 被大风 大风使海水汹涌奔腾 这个意思 那么这是我们看到这个churn farm是什么意思 farm就是泡沫的意思 咱们来看看这个名词 farm不可数名词 泡沫太小了不能数 比如说amass very small air bubbles on the surface of a liquid 在液体表面上 很多很多的非常小的气泡 就是咱们叫foam 叫泡沫了 咱们也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a glass beer with a good head of foam 一杯啤酒 这下就是上面顶端那一层 上面有很好的一层的泡沫 这个啤酒上面 有这么一层泡沫 在酒的顶端 再比如说 the breaking waves left the beach covered with foam 大浪汹涌的大浪 退去之后呢 使岸上这个盖满了一层泡沫 一层泡沫 这是碎碎的小气泡 叫做foam 这个foam经常跟churn 汹涌奔腾来连用 因为水汹涌奔腾的时候 势必在表面会充满了这些泡沫 经常跟这个churn一块用 咱们看一些例子 the ship's propeller churned waves to foam 轮船的这个propeller 就发动机螺旋桨了 轮船船的这个推进机发动机 使得大浪掀起了泡沫 就是这个水面上出马了泡沫 大家可能能想象到这个青鸟 这是急舞动词churn 使这个海里的浪化 这个翻腾出了泡沫 再比如说 the wind held and churned up the water into swirling foam 这个大风 how就嚎叫的意思 特别像中文中嚎那个字 大风在怒嚎 并且使得水形成了旋转的泡沫 风刮起了水中的漩涡 出现了旋转的泡沫 swirl就旋转的意思 所以这个churn经常跟foam搭配 叫做水汹涌般翻腾 翻出了泡沫 本文中也是船头之下的水 被翻腾起了滚滚的泡沫 大家可以想象这个情景 还有 flex flying 船上骑士在飘舞 pennant wearing pennant 叫船上的三角骑 这个作为常识 咱们知道就行了 我们大声再读一下 pennant pennant 什么意思呢 就是long narrow flag 就是长长的很窄的旗帜 tapering to a point 后制定语修饰这个旗帜 taper就渐渐越来越细的意思 越来越细 越来越细最后成了一个点 就慢慢越来越细 你看最后成了一个点了吧 就这么一个狭长的三角形的旗帜 被用在传播之上 作为发布信号 或者作为身份标志的 这么一个三角旗 长的三角旗 叫做我们再读一下 pennant pennant 三角旗也在挥舞挥动 用挥手那个词wave 这是现代分词主动的waving就好了 并且 sales feeling in the breeze 翻在微风中鼓满 这个我们说fill这个词 可以当集物 但是也可以当不集物动词 注意本文中是个不集物动词 叫become full 充满 它不一定是集物 本文中如果是集物动词就错了 因为这个翻本身充满并不是被充满 对不对 在这用不集物动词 比如说 the whole zone filled 这个大厅很快就满了 你当然也可以用 the whole zone was soon filled 前面加was也行 那就被充满了 这个不集物动词也行 那就本身满了 再比如说 the sails filled with wind 这个翻因为风而鼓满了 the whole set也是翻满了 这是不集物动词 本文中因为是不集物 所以后面用现在分词 它并不是被充满 而在微风中鼓满 这个意思 毕竟怎么样 the red and gold of the superstructure 就是整个船楼之上的红色和金色 因为鲜艳 五彩鲜艳的颜色而发出夺目的光彩 superstructure就是船的船楼了 我们看看英文解释 superstructure就是 the structural part of a ship above the main deck 就是在主甲板之上 这个船的建筑物的部分 叫superstructure 有的时候也能表示 在经济学里指上乘建筑 在上乘建筑 在传播里面就指 你看这主甲板之上 整个这一大堆 包括什么船舱 包括这些什么天线 乱七八糟东西这一大堆 都叫superstructure 本分钟就是船楼了 主甲板之上金碧辉煌的船楼 都是像燃烧一样 充满了鲜艳的颜色 ablaze表示充满了五颜六色鲜艳明快的 这样一个颜色 然后she presented a more majestic spectacle 它就呈现出了更加宏伟壮观的情景 比什么 后面叫Dan比较重要 比四根膜曾经看过的更加壮观的一个情景 非常雄伟的情景 这是第二句话 下面我们接着来看第四段的第三句话 它进一步去描述 这个船当时壮观的情景 咱们看屏幕 这句话说 All gun ports were open and the muscles peep weakly from them 所有的炮门都打开了 这个gun port就是在船旁边 像窗户一样 这个炮门打开之后 这个炮从里面能发射 所有的炮门都打开了 并且那些炮眼从炮门里边 非常非常邪恶的 像我们窥探 好像马上开炮 打死对方一样 描述了当时威严的情景 这个muscle就比如炮 炮口或者枪口 这个意思 peep是偷窥看 窥视 尤其是从一个小孔里窥视 炮门里边 炮好像眼睛一样 邪恶的往外面窥视 随时好像要开炮一样 咱们再看看里面的术语 这个gun port叫炮门 或者叫战舰上的炮眼 就是像这个东西 你看这个木板可以升起来 升起来之后 里面的炮探出来之后 就能开炮了 叫做gun port 有的时候可以分开 中间加个帘子俯卫星 叫炮门或者炮眼 如果看不清 咱放大看局部 这会看清了 像这个正方块的 这是一个炮门 上面一个盖可以打开 那么平时这个是落下来的 避免雨会溅进去 准备开炮时 打开之后 炮能探出来 这是gun port 那什么叫muzzle呢 muzzle就是枪口或炮口的意思 就open end of a firearm 就枪或的炮了 枪或的炮打开的这一段 就是开口的这一段 out of which the bullet it's set to come 就是从这个东西里边 子弹能打出来 枪口或炮口 所以就是 所有的炮门都打开了 并且炮口 那么从里边非常邪恶的 往外面溃探 溃湿 这个peep 就是溃探或溃湿 尤其表示从一个孔里边 本文中用得非常贴切 什么叫peep呢 to look at something quickly and secretly especially through a hole or opening 就是非常快速而密密的 非常机密的来看某个东西 尤其是通过一个眼 或者通过一个孔 来溃湿溃探 看一个例子 we caught her peeping through the keyhole 我们这个女的正在通过钥匙眼 在偷窥的时候 被我们给逮住了 我们抓住她 正在通过钥匙孔来溃湿 本文中的说 那个枪炮的枪口 好像眼睛一样 从炮门里边往外面 在邪恶的 在窥市 好像随时要开炮 是描述了这个壮观的情景 好 第四段 是描述了整个 这个在 储女航 要起航的知识 壮观的情景 但是为什么就沉了呢 更壮的第五段描述了 它为什么会沉默 咱们下边来看第五段 看第五段的第一句话 前面这个黄颜色的是时间状语 就是同句 当大风变强的时候 当大风变强 freshin是动词表示风变强或者变凉 风变强而且变凉了 there came a sudden school 就相当于there was a sudden school 这是除了B动词之外的 there be的存在剧情 这个比较特殊 经常把there be剧情的B动词 换成其他类似的动词 咱们一会儿会讲这个知识点 其实还是一个倒桩 der放在剧手后面倒桩 这是there be剧情的一种特殊的变种 用其他动词来代替B动词 一会儿咱们会说 突然间来了一阵狂风 school 咱们在圣词中讲过 突然刮起了一阵狂风 并且怎么样暗暗的引入变了句 这个轮船发出了一个奇怪的运动 非常奇怪的动了一下 大家可能一般会写的ship streetly move的 奇怪的动了一下 但是在这还是用的名词结构 把move会换成make a movement 做了一个运动 这还是名词化的一个倾向 咱们一会儿会说 船奇怪的动了一下 然后listing to port 可以看作一个非位动词 当结果状语 结果怎么样 歪向了左线 to port 我们说了 就向左线 向左歪过来了 突然间奇怪的动了一下 开始歪了 是这么一个 就是弱不禁风了 这个船 看似很强壮 你这一阵大风就挂呆了 首先看freshen freshen表示风变强并且变凉 freshen 大声再读一下 freshen fresh和我们家一印就行了 of the wind的指风 become strong and cool 指风变得强而且凉 就叫freshen 比如说 the wind will freshen tonight 这个风在今夜将会变强 比较凉 会降温 还有 freshening onshore breeze 一个慢慢越来越强 越来越凉的 向岸边吹来的一阵微风 越来越强 并且越来越温度下降 这个onshore表示向岸的方向 从海上往岸的方向 叫onshore 如果向岸向大海的方向 就offshore 这是离岸的 这是向岸的风 向岸边吹来的越来越强 越来越凉的微风 叫做freshen 本门中是当风变强的时候 there came a sudden school 就类似there was a sudden school 有一个突然的狂风 只不过他没有用必动词was 而用的是came 这个有个名堂 这个可以叫非必动词的存在句型 我们说存在句一般叫der be 但有的是必动词可以取掉 英语中数语叫existential sentences 存在句 with verbs other than be 用除了必动词之外的其他的动词 来构成这种存在句型 他是干嘛用的 他主要为了突出句末的处语 第二经常与be动词之外的不求动词 一般常见的这几个像come 本文中用着come go arrive follow rise exist appear remain live lie stand happen occur 等等等等构成存在句 以突出句末的主语 本文中是突出了一阵狂风 突然间来一阵狂风 正是由于这阵风 是传沉没了 突出这个狂风 这个使there 毕竟这个含义更精确 这个也是存在句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there came to his mind her beautiful face 在他的大脑之中 出现了他美丽的面膀 there 用后面用的是动词came 再比如说 there remains nothing more to be done 没有什么东西 没有什么东西 这个剩下的事我们可以做了 就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做 没有什么事可以做了 无可奈何了一下 就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做 there remains 相当于there is nothing more 但是用的remain 这个剩下来 它比there be含义更精确 但也是存在句 再比如说 there followed an uncomfortable silence 随后出现了一片令人不舒服的一片死寂 一团寂静 这个followed叫随后又出现了什么 就相当于there was 是什么什么 但follow这个含义更精确 再比如说 there was in his imagination visions of a world empire 在他的想象之中浮现出了一个世界性帝国的情景 这个升起来了 在想象中升起来了 其实相当于there was in his imagination visions of a world empire 这是这个升起了浮现出了 比Biton's更精确 但其实也是存在句有的意思 再比如说 not long after this there occurred a sudden revolution in public taste 在此时之后不久 那么老百姓的品位爱好 出现了一个突然的变革 一个突然变革发生 there occurred 像there was 但因为cur发生了 它更精确一些 taste叫品位判断力 就老百姓的品位 发生了突然间的一个变革 翻天地覆的一个改变 我们再看三册里面也出现过类似的剧情 三册的第57个 重返故里 三册57个里面也出现类似的剧情 你看 Fortunately for me As I was wondering what to do next There appeared on the horizon A man on horseback riding in my direction 当时坐着迷路了 对我来说幸运的是 当我正在琢磨下一步该干嘛的时候 在地平线里那出现了一个人 骑在马背上 向我的方向骑了过来 There appeared 相当there was a man 对吧 There appeared 用出现这个词来代替逼动词 其实都是存在剧 咱们记住这都属于存在剧情的变种 就是把逼动词换成其他动词 表达含义更精确 都是为了突出了后面的主意 你看 突出突然的变革 这突出出现了一个人 地平线里有个人 半分钟是突出狂蜂 也是这个作用 因为本来第二步行就是个盗装剧 这种盗装为了突出剧末主义 There are two people 其实是two people are there 这其实是盗装 并且怎么样 The ship made a stringed movement 这个轮船奇怪的动了一下 你看这个动在中文中还是动词 在英语中用的是make a movement 就做了一个运动 经常movement的名词跟make 搭配 咱们看一些例子 比如说 He made no other movement but stood with his thumbs in his belt 他没有做其他的动作 只是站在那里 把大拇指插在皮带里面 就这么呆着 这么一个动作在这呆着 make经常跟movement搭配 但是本文中 move换成了make a movement 动词名词化 这种动词名词化现象 咱们大量的见过 在三册第三课中就见过好多 当时我们讲过发现 discover 但三册第三课用的是 make a discovery of something 发现了什么东西 discover make a discovery 在这边语的话可以叫接触of 像describe描述 咱们可以用名词形式 make a description of something 就像describe something 对吧 三次讲过 你像调查 investigate something 可以叫make an investigation of something 这跟本文中move换成make a movement 类似 还有像summarize总结 可以叫make a summary of something 对于什么什么做总结 再比如说analyze分析 可以叫make an analysis of something 这几个搭配 类似都是把动词换成make 然后对于什么什么 后面借词可以叫off 好 但是我们 变成名词之后 跟动词make搭配的 这见一个记一个 它规律性不太强 你要三次实误和讲过 另外一些动词变成名词之后 它的前面的动词搭配就变了 里边三次实误和讲过 contribute to 对什么什么 所作贡献 可以换成make 和contribution is to 前面动词是make 但后面借词变成to了 而且contribution这个词 习惯用负 前面什么做贡献 有的时候变化更大 stress依然是stress名词 前面动词用lay或pring 我们加其次on 这是强道 你看这个搭配就变了 再比如说我们说 understand理解 我们可以用have and understanding of 前面动词用have 再比如说consider考虑 大家记得十六和讲过吗 变成give consideration to 考虑什么 consideration 前面跟give搭配 再比如说object to 反对 可以用have and objection to 也是表示反对 这是动词变成名词之后的一些搭配 所以咱们还是见一个记一个 英语不好学 词法太细腻了 搭配太复杂了 见一个记一个 常见的这些 咱们行中有数 考试时就比较自信 不容易错了 好 看句莫这个结构中 listing to port 就是倾斜向了左线 这个list在这不是名单 它的动词叫倾斜 尤其指船 of a ship lean over to one side 向一侧歪斜过去 船倾斜倾斜 这个倾斜 指这个意思 咱们看下例子 the ship lists to port 这个轮船歪向了左线 to port咱们讲了叫向左线 the damaged vessel was listing badly 这个损坏的轮船 这个非常糟糕的在倾斜 倾斜得非常厉害 这个vessel就像是 倾斜 list 用这个词 咱们看第五段的第二句 看屏幕 the ordinance officer ordered all the port cannon to behave too stubborn to counteract the list but the steepening angle of the decks increased 这是由but连接两个分类句 but是分类联词 ordon是大炮 officer是官员 就是私炮 主管大炮的炮官 命令所有左旋的炮 被拖到了右线 以抵消这个倾斜 to behave to stumble to counteract the list 这个协定字 是跟order大辈 order something to do 命令某人某物 去做某事 heave是用力的拖拉拽 或者用力的提升 就左弦的架子这个炮 canon我们说了 复数可以 GS也可以不加 之类的 没有GS也对 被拖到了stubber右弦 来干嘛 来抵消这个倾斜 这个带下号线的to counteract the list 目的状语 counteract 就是抵消的意思 抵消这个倾斜 但是怎么样 这个甲板倾斜的角度增加了 越来越倾斜的 不管用 这里面有些小的细节 咱们看一看 首先那个ordinance ordinance不可处名词 就泛指有轮子能够移动的大炮 固定的炮动不了了 这个能移动的大炮 叫ordinance 注意不可处名词 叫大炮 ordinance officer 就发现炮掌 或者发现撕炮 就管大炮的关 叫炮掌或撕炮 那么命令所有左弦的炮 被拖到右弦 这个heave 看个英文解释 heave表示 to push, pull, or lift a heavy object using a lot of effort 用很大的力量来推 或者拉拽 或者提升重物 用力推,拖拽,或提升重物 叫heave 一听发音就是用力 我们再读一下 heave 你比如说 Alan heaved his suitcase onto his bed Alan把他的手提箱 用力抬到了床上 用力拖拉拽 或者用力提升 文重是用力拖到了右弦 右弦跟左弦一样 不合处名词 to stubble 就跟to pull的一样 到了右弦 干嘛 来抵消这个倾斜 contract是抵消 咱们看看什么叫 先大声先读一下 contract 什么意思呢 to reduce or prevent the bad effect of something 来减少或者防止 某个东西的不好的影响 by doing something that has the opposite effect 通过做有相反效果的事情 来减轻或者防止 这个不良的影响出现 就是对抗或者抵消 这个东西 往这个左侧倾斜 他先把左侧加重 把左侧的泡移到右弦 想抵消吗 想的再转过来 咱们看例子 This exercise is aim to counteract the effects of stress and tension 这些体育运动 身体的锻炼 目的是aim to do 目的是 目的为了抵消 这些什么压力和紧张的影响 多断练身体 心情好了 为了抵消 起反作用的事去做 来抵消 本文中呢 后面的list 就上一句话呢 list don't随这边的名词了呗 抵消这个倾斜 但是 the steepening angle angle角度呢 倾斜的角度 steepen 叫它陡峭 使陡峭 Steepen 就来steep陡峭的吗 就是to become or make something become steeper 就是变得陡峭 或者使某东西 变得更陡峭 叫steepen 比如说 after a couple of miles the slope steepened considerably 又过了那么几英里之后呢 这个坡变得 这个这个更加陡峭了 就是相当陡峭了 这么一个 叫steepen steepening 就陡峭的 就倾斜的吗 陡峭了吗 这个陡峭的角度 倾斜角度 右下更加陡峭了 倾斜的更厉害了 然后右旋的东西 都撑不住 一下划向了左旋 这刻倒了没了 咱们看第三句话 看屏幕 他说 then the sound of rambling thunder reached the watchers on the shore as cargo ballast ammunition and 400 people went sliding and crashing down to the port side of the steepest leasing ship 然后岸上观看的人们 听到了轰隆隆的雷声 像打雷一样的声音 在这里用为了突出这个雷声 他说出了这个声音 像轰隆隆的打雷一般的声音 传到了岸上的观看者 这里 这是为了 因为聚首聚目是重点 为了突出聚首的重点 先说这个声音 但中文中是人称主义 在这依然用了物称主义 无灵主义 中文中的发现成 岸上的观看的人 看热闹的人 听到了隆隆的雷声 就是像打雷呼噜噜噜噜噜这个声音 但是在英语中 为了突出这个声音 放在聚首了 咱们一会儿会进一步来讲解这个 为什么呢 这个S在这可以看到原因状欲从具 发现了因为 S很多意思是因为 因为cargo传承的货物 balance压藏物 emolation的弹药 还有400人 都是滑动 并且撞到了 抖壳的 清洗的船的 左弦这一侧 本来就 one down two 就go down two 掉下来了 后面这个sliding and crashing 可以看到方式撞雨 怎么下来的呢 是滑动和碰撞 以这个方式来到了左弦这边 哗啦滑下来了 并且撞到了左弦这一侧 这个go doing 一般可以表示去坐模式 像go fishing去钓鱼 go camping去露营 但cold那个go doing 是表示目的了 目的撞雨了 但是go doing 我另外的含义 是方式撞雨 是怎么样的到那边去了 就是一般滑 一般撞向的 这个左弦这一侧 这后面sliding和crashing 可以看作是这个方式撞雨 这个把它看清楚 sibly就抖壳的倾斜着的这个船 这样下更撑不住 这里面有些词汇 咱们看一下 首先看这个rumble rumble就发出低沉的声音 我们大声先读一下 rumble rumble 就是make a deep heavy continuous sound 发出持续的低沉的这个声音 呼噜噜噜噜噜 低沉的声音就rumble 比如说 the machine rumbled as it started up 这个机器开动时发出轰隆 这个低沉的声音 叫rumble 再比如说 thunder rumbling in the distance 在远方轰隆隆铭响的雷声 thunder不可说明词 这是后置定义来修了这个雷了 轰隆隆低沉铭响的这个雷声 再比如说 I'm so hungry my stomach is rumbling 我都饿死了 我的胃口 胃口里在咕噜噜噜噜噜响 发出低沉的持续的声音 都可以用这个rumble 本中rumbling rumbling thunder是轰隆铭响的雷声 然后到达了岸上的观看者那里 但是中国同学一般不会写着这个句子来 中国人一写 往往喜欢这么写 then the watchers on the shore heard the sound of rumbling thunder 这更像中文 岸上的观看者 watcher观看者 听到了 隆隆的雷声 但是在这 重心就偏移了 为什么 暗上的观看者并不重要 轰隆隆隆隆 这个声音是句子的主角 如果这么写的话 你把句子的主角放在句中了 就不好了 为了突出重点 改变语序 就是隆隆的雷声 传到了暗上的观看者那里 就突出重点了 语序能够突出重点 这个也值得咱们窃现 英语中 人做主意 事物做主意都行 如果突出事物 就把它放在前面去就好了 再比如说看这句话 We heard of the news that Beijing had won the ride to host the 2008 Olympic Games 我们听说了这个消息 什么呢 就北京赢得了2008年 奥林匹克运动会的主办权 这个消息 但是我们这里突出的不是我们 而是这个消息 我们听说这个消息 把这个消息藏到中间 我们当主意了 为了突出这个news怎么办 一样 把它放到巨手 你看 the news came to us 和我们在家 这个news同意同意就好了 这个消息到了我们这来了 然后说消息内容是什么 你看在本文中也有这个特征 咱们在写英语中的时候 尽量避免受到咱们母语的思维方式的干扰 看能不能用英语人的思维方式 怎么突出这个句子重点 本文中突出这个隆隆的雷声 这个对 然后听到隆隆雷声 为什么呢 as 因为 因为这个curgo 就是传说的货物 注意可以当不可数名词 可数的话也只用于单数 curgo表示什么呢 uncountable or cannibal 表示什么呢 the goods that are being carried in a ship or plane 船上或飞机上所搭载的货物 要么做不可数名词 要可数的话 一般也是一船一船 一飞机一飞机这么数 一艘船上的货物用单数 两艘船两个飞机以上才用复数 它是一船一船这么数的 当然也可以当不可数名词来用 本文中是不可数 它没有加贯词 后面没有复数 这是不可数 我们再读一下这个词 cargo 可数的话 也一般是 一个cargo 咱们看例子 三册的三十二个 一艘沉船 你看着它怎么说 三册里面 the cat knew that another attempt would be made later for the sunken ship he was trying to find had been carrying a precious cargo of gold bollium 这个船长知道呢 我很快要做下一次尝试 为什么 因为它正在试图找到 precious cargo 用的是单数 为什么 一艘船上的货物 是一批货 用 一般一船一船数 这个别不能弄错 gold bollium 金条 金条银条 bollium 好学 这个麻烦是很多 还有 by list by list by in the water 压舱物 一样在水中保持品 不可数名词 我们名词先看 可数不可数 大声再读一遍 amunition 军火的供应 就包一颗紫 所有的弹药 什么子弹 泡材 讲过的goldoing 但这里的goldoing 另外意思 to move in a particular way 以某种方式在移动 后面这个doing 是非为动词 当方式装语来用 本文中是倾斜 并且冲撞的这个方式 到了左侧 我们看一些例子 the plate went crashing to the floor 本来是 went to the floor 这碟子到了地上 怎么呢 光当一声 撞到了地上 哗的一声撞到 crashing 是方式光当一声 撞到地上 the train went chugging up the hill 这个火车 吭哧吭哧的 向这个山上开去 这个chug 是这个发动机 在吭哧吭哧吭哧 发着这个声音 chugging 是方式装语 吭哧吭哧的 上了山 这是方式装语 而不是去 吭哧去了 这不是目的 是方式 再比如说 she went sobbing up the stairs 这女孩子抽抽哒哒的 走上了楼梯 sob是抽抽气气 那么酷 sobbing是方式装语 再比如三册第六课 杂橱窗抢劫 还记得这句话吗 chairs and tables went flying into the arcade 桌椅板凳 怎么样 分野式的落到了拱狼街上 这个不是去飞去了 而是分野式的 分野一般的落到了拱狼街上 这个home and doing是方式装语 本文中也是一样 就是用滑动和冲撞的方式 一块到了这个左仙这一侧 然后看第四句 the lower gun ports were now below water and the ingrush sealed the ship's feet 这个处在下层比较低的 这个泡门 已经比水还低了 水从泡门涌入了这个大船 那么这个水的涌入注定了这个船的厄运 没洗了 水涌到船里边 这个船待不住了 最后沉入了水中 我们刚刚讲gun port就是泡门了 结果成了这个船的命门了 这回进水了 待不住了 这个ingrush叫船的涌入 seal once feet 好像就是注定了厄运 这个seal 做动词意思很多 可以表示封口 把信封的口封住 或者盖章封住 因为seal 做动词可以表示盖章 做名词图章 就seal 咣当 按上一个章来 或者把它封住了 都是注定了它的命运 而且这个一般是倒霉的命运 就再一些难逃了 咱们看一下一些细节 首先这个inrush 这是可数名词 而且一般可数名词只用于单数 什么什么的涌入 an occasion when something such as water or air enters a place quickly 就这么一个场合 什么呢 就某个东西 比如像水或者空气 快速的进入 叫水或空气的涌入 叫我们大声再读一遍 inrush 比如说an inrush of air 空气的涌入 an inrush of water 水的涌入 它是可数名词 但一般用于单数 用于单数 再比如说 the inrush of fresh air filled room 新鲜空气的涌入 充满了整个房间 打开窗户 房间里充满了新鲜空气 这个意思 inrush就是涌入 论文中怎么样呢 the inrush of the ship's fate 就是注定了某人的恶运 非常形象 就跟命运 光摁上了张了 盖棺定论了 就注定了他的命运 或者seal the fate of somebody 如果这个人比较特别长的话 为了句实平衡 可以困难seal the fate of somebody 比较短的话 可以放在中间 是什么意思呢 to show or decide something bad will definitely happen to someone 表现出或去表明 或者去注定某个坏事情 一定会发生到某人身上 就注定了某人某事物的厄运 或使某人某物再接难逃 本文中就是这个船注定了厄运 谁涌入了 这船注定会倒霉了 比如说 the discovery of new evidence sealed his fate 新的证据的发现 使他再劫难逃了 为什么这回注定 恐怕要枪毙了 为什么 有证据对他很不利 注定了他的厄运 这是这么来搭配 再比如说 the outbreak war sealed the government's fate 战争的爆发 注定了政府的厄运 政府要倒台了 肯定是不好的事了 那么如果人或组织太长 可以放到后面 变成sealed the fate of 这个结构 你比如说 furter flowers may have sealed the fate of the few remaining vettages 你看the few remaining vettages太长了 换成sealed the fate of 这个结构 那么进一步的洪水 可能会使剩下的那几个残留的村庄 再结难逃 本来这个洪水 过后这几个村庄流下来了 但后来又发了更大的洪水 这几个村庄注定也会被淹没了 就sealed the fate 表示注定了厄运 好 看整个文章的最后一句话 咱们看屏幕 他说 in that first glorious hour the mighty vettage which was intended to rule the Baltic sank with all flecks flying in the harbor of her birth 这个前面带下号线的这个部分 是我们的时间状语 在第一个辉煌的这个时刻 就那个小时里面 就刚刚要起航的辉煌那个小时里面 前面描述了吗 光辉灿烂 五彩多目的 很壮悟的情景 这个宏伟壮观 充满了威力的瓦萨号 mighty 强大的瓦萨号 用强大的进一步 加强对比和戏剧性的效果 本来这么强大 然后进一步用非限制性对比重剧 描述 它本来被设计出来 是要统治波罗的海的 the Baltic 统治波罗的海的 进一步增强对比效果 本来是要统治波罗的海的 结果 它自己都弱不进风 一阵风就挂沉了 sank 沉没 这是做mighty vettage 它的微动词 然后后面出现一个 非微动词 出现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做伴随壮语 with all flecks flying with 独立主格前面的借词with 逻辑主义说all flecks 然后非微动是flying 所有的旗帜在飘舞 这么一个状态 伴随壮语来 然后沉没在了 它诞生的港口里面去 在诞生的港口里面沉没了 这个bur随后看一看 它不一定表示人的诞生 它表示 the time when something new start to exist 就是一个新的事物 开始存在的这个时刻 就新事物的诞生 所以在本文中 只传的这个诞生 也可以用它 但它中文中也可以叫诞生 the birth of a nation 一个国家的诞生 国家从无到有开始出现了 the film give birth to a TV show of the same name 那么时产生了 give birth to 本来就生孩子 也是表示诞生这个爱意 这部电影 才诞生了一个跟它同名的电视节目 这个电视节目也用这个电影来命名 使它存在 give birth to 也行 最后一句话 非常戏剧性的 用上下文的对比 他说 在最初光辉灿烂的这么一个时刻 强大的瓦萨号帆船 本来是要统治波罗的海的帆船 伴随着所有的旗帜在飞扬 沉没在了它诞生的港口里 非常戏剧性的对比效果就出来了 这真是一个tale 几乎令人难以相信的 这么一个海上的传奇故事 这个故事讲完了 非常生动 非常传神 描绘得非常细致入微 非常具体 使我们好像身临其境 七眼看到整个的过程一样 这文章非常漂亮 而且用词句式非常到位和准确 值得咱们仔细的去学习 而且里面出现大量的术语 27课也是个重点文章 希望大家仔细复习 然后牢牢把指点记住 而不是走马观化的过一遍 27课 跟老师就学到这 谢谢同学们